《公共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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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艺术》在台北已經不再是一個名詞 它已經慢慢鑲嵌到這個城市裡面了 它已經真的是屬於那個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說公共艺术這樣子的一個導覽 甚至很多很多導覽就是在於 它讓這座城市的市民 或者是來這座城市的民眾 看到了這座城市裡面 它獨特的這種發展模式 我認為深度帶來包含的 其實就是一種生活的態度 生活的這種態度 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獨特 或者是讓這座城市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部分 《公共艺术》導覽的活動 其實是希望藉由不同的藝術作品的串聯 是讓我們市民重新地認識我們的城市 那在今年是第四年 辦了《公共艺术》的導覽 那今年的導覽比較不同的是 我們是以行政區域來做規劃 所以在不同的行政區域裡頭 主要的作品 我們就在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行程裡頭 我們把這些作品安排出來 我們在同一條路線 也許會有三到四位不同的專家學者 來引領這些路線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不同的專業者 他們的眼光 能夠從不同的角度去詮釋作品 把不同的人看到的作品的形式內容 能夠介紹給市民大眾 導覽其實是一個讓人們去認識 這座城市的深度 讓大家去認識這座城市的文史 它是你表面上看不到的 它必須透過人去講述 必須你是親自去走在那個街道上面 那你才可以去感受到 那一個城市的溫度 或者城市的那種質感在哪裡 未來裡面絕對可以期待 就是說工藝術在台灣 甚至華人社會裡面 我覺得在台北一定是一個 大家所認為非常好的一個典範的城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我們先謝謝那個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可以辦一個這麼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那也謝謝地門藝術公司 他們承攬這次的那個導覽的活動 那我們這次的活動的時間 是從10點半到12點 那這短短一個半鐘頭呢 我會盡全力 將我們捷運局所做的這些公共藝術呢 當初的一些設計的過程的一些理念 到完成 都是為大家盡全力的那個解說 那在剛開始之前 大家應該都有先拿到一份折頁吧 公共藝術折頁這樣子 那我先跟大家稍微就是介紹一下 就是說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它在我們興建之初 是在民國7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有這種公共藝術的觀念 引進 我們那時候就覺得說 如果車站可以多一些公共藝術的話 應該會讓這整個車站是更美麗的 那捷運車站它在興建的時候呢 它是在設計的開始 就是設計之初呢 我們就已經有把公共藝術這個觀念 就是導入 所以我們在設 就是在整個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會先預留 哪些地方是要做 然後公共藝術的那個 來作為使用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跟一般的 可能譬如學校啊 或者是什麼公共大有 比較不一樣 我們是已經在設計的時候 就開始確定哪個地方 我就要開始設計我的公共藝術 那公共藝術呢 它的那個徵選方式有三種 一種是公開徵選 委託創作 跟直接委託 那目前呢 捷運車站這三種方式呢 都用過了 那這一站呢 它的方式呢 是採用邀請筆件 就是說到 那時候我們的公共藝術策劃人呢 他會去就我們這一站的設計的主題 然後邀請 他認為是覺得說 我們認為是說 他的設計的風格 跟我們這次要的風格 比較像的一些藝術家 來參加筆件這樣子 那這次邀請呢 那總共八位藝術家 後來最後脫穎而出 就是這四位藝術家 那其實這四位藝術家呢 都是非常的年輕有為 那他們的上場都是陶土 然後也得到很多 國內外的啊 一些那個獎項 那這個作品呢 它是設置在這個穿堂城 非復廢區的地方 他希望呢 你旅客呢 你在那個過往的時候 你可以很賞心悅目呢 的欣賞這樣子 那這個作品呢 的名稱叫做出發點 那藝術家是王信玉小姐 那他這個呢 整個作品呢 它有四項元素 一個是指紋 名聲鼓跡 種子跟出發點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後面的那個指紋 那個藝術家呢 他那時候是認為說 指紋呢 是每一個人獨一無二的一個印記 文化的印記 他認為這個印記呢 代表文化也代表歷史 所以當我們覺得說 我們的捷運路線圖是一個地圖的時候 他認為其實放大的指紋 也像是一個文化的一個地圖這樣子 那再來一個是名勝古蹟 那他認為大橋頭站這邊呢 他的名勝古蹟呢 有迪化街 文昌池 還有保安宮 跟那個城隍廟 他就是把這個 他大造成 因為以前呢 是所謂以前的一個交通的一個枢紐 就是民國初那個時候一個交通枢紐 他就是把這個代表的這個寺廟的這個元素呢 放到這個裡面 用陶瓷的那個畫的製作 把它放進來這樣子 那他還有一個種子 就是這邊的種子 他用了很多像 很多那種好像變形的種子 他認為說 新時代的這個交替啊 我們在歷史的這種滋養之下呢 我們也應該要思考 如何可以播 散播出未來的種子 就是說我們不單單只是 接受歷史文化的一個熏陶 我們可能未來 我們也是現在 我們也是播放一個文化的一個 種子的一部分這樣子 那再來他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出發點 他認為捷運的車站呢 點跟點的之間呢 之間不斷 他就是會串連出一個面的一個完整性喔 他認為這個車站呢 以後勢必會改變這附近人們呢 移動的一個方式 那進而取代新時代的一個交通的那個樞紐 成為交織新時代的一個文化的地圖 所以呢他也是等於是把一個捷運的一個 路線的地圖 跟後面的一個指紋文化的地圖 來做一個相互命這樣子 這個第二作品呢 他的那個藝術家的創作者是朱方毅 那他這個整個這個作品的名稱叫做 物件的故事 他這個玻璃磚總共有176塊磚 那其中裡面這個有物件的有108塊 那他認為什麼叫做物件呢 他認為說這個物件就是代表一些歷史 一些故事 就是說有一些符號或者是一個形體而代表的 就是你看到這個符號這個物件 你就會想到一點串一個故事點這樣子 那這個呢108個這個物件裡面呢 就是這個玻璃方塊磚裡面有物件的有108個 其中呢黑色有48個白色有44個 那這個黑白色的那個物件呢都是創作團隊呢 他就是說考量就是說參考當地的歷史啊文化的背景啊 還有景點環境加以設計的 那你有看到這一排中間有彩色這有16個 那16個彩色的這個物件呢 他是當初呢他是由大喬國小六年級的學生 他們帶領他們一同來創作的 然後所以就是說這16個物件呢 是大喬國小六年級 就是孩童們他們想到的這個物件的一個符號 那為什麼他們是彩色的呢 因為他們就代表就是現代 就是現代那黑黑白兩色就是很像我們的一個記憶 好像黑白的一個照片 就是說代表著一種回憶 那你會看發現越上面越稀疏 作品上下的兩方 它的那個物件是比較稀疏的 代表你的記憶是越來的越模糊 那靠近這個彩色的這個16個這個物件呢 是越來越密集 表示就是好像你的記憶一樣 你最近的記憶已經是比較鮮明的 那過去的記憶呢 年代越久遠你一定是比較模糊的 那剛剛我們在講的公共藝術的那個設置裡面呢 其實公共藝術設置裡面還有一個 一環就是民眾參與計畫 那民眾參與計畫也是 除了這整個作品完成以後呢 它就是要回饋給一般的 回饋給民眾 那這四個作品呢 可能剛好因為地緣線 它就是在大橋國小的附近 所以它民眾參與計畫呢 都是就是靠近 就是都是藉由大橋國小的學生 來去做一些共同的創作啊 或者是做一些 一些教學啊 那種的活動這樣子 那大家在看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作品說明牌在哪邊 在這個地方 一般我們的公共藝術 一定會有一個作品說明牌 那捷運局我們的規定 作品說明牌 一定要有中文跟英文 那像它這個 其實這四個作品都是 他們把作品說明牌 都融入在整個這作品裡面了 對 那第三個作品呢 它叫做大河在舞 藝術創作者是洪天輝先生 那它這個藝術的那個公共藝術作品 它主要有三個元素 淡水河 台北大橋跟迪化街 那大家誰可以告訴我 淡水河在哪裡 好的 它的淡水河 其實是這個表達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釉塊 它釉塊呢 它就一直上高溫 高溫到了以後 它沸騰以後有沒有 它整個就會呈現一個 好像跳躍的 就是跳躍的一個那種現象 然後這時候 它再趕快急速給它冷卻 冷卻好了以後 它再去就是凝結 它那個沸騰的那種美 那它這個作品 它這個就是想要表達一種 大河的一種意象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不同的 釉藥的成分有沒有 不同的釉藥成分 不同的溫度 它表現出來呢 沸騰的樣子呢 其實就是不太一樣的 對 它這個認為就是 它的意象 一個淡水河 一個表示的一種意象方式 那後面呢 這個陶板 我們看到玻璃樁 後面這個陶板 它是表達的就是 它是台北大橋 它也是 那時候民眾餐飲計畫的時候 也是有找大橋國小的學生 帶領他們一起勾勒這些線條 那迪花街呢 它表現的 大家一定一下子就看得出來 就是在這個15件的南北貨裡面 對 那 這15件南北貨是真的還假的 蛤 假的 怎麼大家都看得出來 我以為它做得很真 大家應該看不出來是吧 其實一開始 紙巨圖家那時候啊 送劍的模型呢 它這個南北貨都是用真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 我們大家都在討論說 那這個不會發霉嗎 會不會有民眾 打破這個玻璃樁把它拿走 然後事實上是不可能用真的 因為真的可能就是有 那個保存的那種 那種顧慮這樣子 那它這個南北貨總共有15件 那它是怎麼做的呢 它是先用石膏膜 做成石膏膜 然後再去灌漿 灌一種雪白漿 泥漿啊 它叫做雪白土 然後再去燒 燒製成硬塊了以後 它再開始去上色 然後可能就是噴化妝塗啊 或上那個什麼幼藥的顏色 最後再搖燒而成 其實它真的是非常的 如許如生 這跟真的非常的像這樣子 那它那個 它把這個15個南北貨呢 放在這個玻璃磚裡面 它就有感覺很像是 我們去迪化街有沒有中藥店 就會看到很多那個南北貨 都放在那個透明的那個藥罐裡面 有沒有在販賣 其實它想要表達的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就好像說 你好像在那個玻璃罐啊 那個南北貨店販賣那個南北貨這樣子 那它這個每個作品都是很飽滿 就是它的那個 南北貨都是很滿滿的 那它想要代表的印象就是說 代表迪化街 我們是一個非常的 嗯 一個複數 大宗滿足的一個現象這樣子 第四個作品呢 是蔡忠榮藝術家 她去參考很多圖片 有各式各樣的那個形狀 教育人類的一個搖籃 那誰在這個搖籃裡面呢 孩子在這個搖籃裡面 那它認為學校就是一個很像母體 一個一個好像母嬰 母體肚子裡懷著這個 所以這個裡面呢 這些大大小小的這個東西 這個是胚胎 就是它去模擬很多種胚胎的那種型 那後面這個粉紅色這個大圓呢 它就是把它印象成是一個母體的一個 懷孕的一個那種好像肚子喔 就是環繞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包覆著 那整個作品呢 它的光線 它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溫暖的 所以呢它的色調是紅色 黃色跟橙色 那這個紅色呢 我們看到這個玻璃磚喔 紅色的這個地方 它代表心跳 它代表就是一個 心跳規律的一個收縮這樣子 然後黃色的光它就是跟橙色光 就是希望能夠營造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就是當你看到這個作品 你就會感覺好像是一個那個嬰兒 然後回到母體 然後有一種搖籃的那種氣氛 那同樣的它的作品說明牌 是設置在這個玻璃磚的這個地方 只是說這個作品說明牌的字 真的很小喔 可能走過去很不經意就不會發現了這樣子 那大小頭戰的公共藝術就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要問的話呢 我們就往下一個站去 那各位我們現在是在台北橋站 已經是在三重寺了 也就是新北市的三重區這樣子 那這一個公共藝術作品呢 它是一個作品但是它有兩份 第一組的作品是在上面的這個地方 那其實你會發現這個公共藝術的作品 其實呢它就是剛好配合 剛好適合這一個建築的這一塊玻璃磚 可能是融合圍體這樣子 那它因為這個玻璃磚的一個採光非常的良好 所以它也提供了這個玻璃磚這種一個很好 一個光影的一個展演的一個場所這樣子 那公共藝術家他認為說 我可以利用這個光源的一個影鏡呢 在這邊設置這個公共藝術作品 創造一種呢 薄潑柔和寬闊的一個水域 那它這個呢玻璃呢 它就是會用手去敲 然後高溫好像是300多度的高溫燒製而成的 然後才會形成那樣子的一個那個紋路 那這個地方你看這個角落 它剛好光線啊透進來 它就會形成一個很美麗的一種 光影的一種投射這樣子 就很像是水波喔 波光零零 波光點點的那樣子的感覺這樣子 它有三個地方 三堂 那每一堂的呢 它那個尺寸呢 寬大概是有六米寬 長大概有三米的那個長度這樣子 那大家也知道嘛 公共藝術一定要有一個 公共藝術的這個作品的說明盤 那這個作品的名稱很漂亮 它叫做大橋千池整江流 畫坊聲歌古渡頭 隔岸樹心花似雪 心風吹上水邊樓 那一般我們的作品說明盤呢 一定要有一個英文的作品說明盤 跟旁邊一個中英文對照的 那大家有沒有發現呢 這個地方呢 又有一個那個直北的地平了 那這個直北的地平呢 就是一個那個火車頭的一個地平 那其實呢 藝術家那個時候呢 他就是覺得說 我配合這個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浮光 跟這個火車頭的一個地平 還有剛剛我有請你們看那個 就是那個玻璃文木牆的一個 好像那個橋頭的那種印象 他認為這三個的關係是可以相呼應的 所以其實藝術家呢 他在設計這個作品的同時呢 他已經就是也考慮到這副 就是說這個車站 原本的建築設計的主題 而跟它相融合 而不是他自己讀書一個 就是說設計一個作品 其實他等於就是真的 他就是整個他的藝術作品 是融入在這個捷運車站裡面 也就是我們一直想要追求的 藝術工程化 工程藝術化的一個境界這樣 那這個第二作品呢 他叫做掠影 那這整個作品呢 上跟下 他是用作半透明優白史科玻璃 就是上面跟下面這個 這個史科的這個玻璃喔 然後呢 他主要是要跟旁邊的這個白色 我們的槍面法廊板融成一體這樣子 他利用上下大面積的一個留白呢 構築出來一個